在沈阳,有这么一个人,为了减肥他开始尝试花式跳绳,并迅速喜欢上这一运动 随后通过自身的努力,他还跳进了中国国家队,并在世界跳绳锦标赛上取得了三分钟速度赛亚军 他的名字叫吕燕飞 从跳不了几下就喘,到尼西城跳绳高手,吕燕飞用了三年时间,曾经身高近1米8的吕燕飞体重达190多斤 为了减肥,他尝试了许多种运动,其中花式跳绳一直在他心中萦绕 于是,他开始深入接触跳绳这项运动,让他没想到的是,仅半个月时间,他便减掉了十多斤 减肥充功让吕燕飞对花式跳绳的喜爱越来越深 因此,他开始向着专业运动员的方向发展 并不惜异地求学 虽然他的年龄在专业领域已经颇高 但是通过努力,他仍在国内的比赛中接连取得佳绩 2019年在老师的鼓励下,他走上世界舞台 在挪威举办的世界跳绳竞标赛中,成为三分钟速度赛亚军 三成四十交互军 七月份的时候,正好是挪威世界跳绳背赛嘛,举办了 然后老师说,你看你在国内现在这个联赛都打过了 具备这样的能力了,我们要不要去尝试一下是国际形式赛事 当时稍微也有一些犹豫吧 但是还是想选择相信老师 然后我们在集中的一起进行了一些强化的训练 就结交集训吧 然后七月份的时候,就是随着国家队去参加比赛 然后拿到这个,当时就是拿到了一个亚军,一个季军 然后还有第四名,还有第八名 如今,李延飞已经取得了2021年加拿大沃泰华世界跳绳琴标赛的资格 每天他都积极地进行训练,希望再次为国争光 除此之外,他也投身花式跳绳的推广和教学事业 希望让更多的人接触并喜欢上这项运动